今次我們會為大家介紹一大抽的連續技 而我們亦把攻擊力調到最小 所以其實裡面有很多招真的會一招死 首先就是Demontree 大家看看他,其實只是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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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接著到人狼 這次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難度就是在炮向上扯搖 要轉科學,然後不讓他落地,再打幾下 接著又到科學怪人 這招看起來跟Demontree那招很相似 但你要在蹲下輕腳兩下之後 記得起身按下中腳 這一下就是難度所在 然後到喪屍對喪屍專用的招 其實這招就不太專用 因為如果你對其他人用的話 你蹲下輕拳最多之後去兩下 順帶一提,就是扯他過來 達到落地之後,這個單攻擊是一定沒得走的 接著又到Morrigan對幾個人專用的一招 大家其實猜到猜不到,他放了一波之後 竟然能夠追得切連倒Hit 接著那一招大家照單傳收 不斷以打完一輪,22Hit 接著到穆乃伊表演他那招 看起來好像不難 但其實你在蹲下中拳之後 蹲這一下就是巧妙所在 接著又到貓女表演一招死了 首先你蹲下輕腳之後 就蹲這個滑滑滑 記住按多幾下 然後就走前一點再不讓他落地 再蹲滑滑滑,重複又重複八次之後 你應該多蹲蹲下輕腳,他就死了 接著就到Bishelman 的一招死了 難道就是他那一隻輕腳去丟刀那一刻 時間一定要剛剛好好準確才能出到 而大家有沒有留意到Bishelman 是很有趣的 他一直很害怕地向後退 一路就用刀扯人過來 一腳伸開他,又扯他過來 伸開他,又扯他過來 伸開他,又扯他過來 伸開他,終於都弄死了人了 接著就到人魚的一招 奶死人 難道就是你在走前輕拳之後 怎樣駁到這個陰之波動 但如果你成功的話 就可以重複九次 然後再駁到一個輕拳 即是一條舌鑑生地撒死他 接著就到雪人的一招了 雖然看上去真的不太知道他在做甚麼 但最難就是最後你要駁到一個S巨大的颱風 spinning 我給你還是在動 尤其擄 雖然說 就這聲音 Mental 會